大家好,這個是Nistly第三個月的Vlog 因為一個學期已經過去了 我想談一談那個三個月過去的時候的經驗 然後我台灣生活裡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已經在台灣快三個月了 時間真的太快 我到了高雄的時候 覺得時間會慢慢過,但是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到了台灣的時候,我不太想家 只有很小想家的感覺 我再拿回學期間告訴我自己 這個感覺不要緊,為什麼想家呢? 高雄是你的家 但是想來想去,我還有這個感覺 這個不是文化衝擊 我討厭我在美國住的地方 因為每一個東西是一樣的 每一個人是一樣的 我思考了以後 我發現那個想家的感覺就是我想美國的朋友 家人,因為他們是我親愛的人 台灣的食物,日常生活 每天說中文 台灣人,我什麼都習慣了 就是我以前以為我不會想家 我來台灣以前很快樂的期待這個機會來學中文 我生活中有非常大的變化 我每天走路去學校的時候 可以看很多人的生活 每天走路過別人的家裡的面前 如果生命像一個蛋糕 每一家就是一塊蛋糕 讓我看別人的生活裡 我剛說三個月左右已經過了 但是我還沒有很多朋友 我以前以為來台灣交朋友可能是一個比較容易的事情 但是還沒有很多朋友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比較外向的人 在美國對我來說交朋友很簡單 但是台灣一般人都是內向的 他們第一次認識別的人 大家都很害怕說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不太輕鬆 這個就是一個文化普通 我要妥協這件事 我來這裡的時候 我本來覺得我只是跟別的Nissley同學上課 但是我們都是跟別的外國人上課 因為我是2月2號上第二個學期 跟很多別的外國人上課 我已經新冠了 我非常感謝文造跟美國政府給我這個機會來這裡學中文 跟別的外國人學中文 因為我可以學他們的文化 我覺得我現在的口教比我在台灣以前的口教好 因為我什麼情況都需要說中文 這樣的生活讓我中文進步 但是我承認每次需要想一想我想說什麼 讓我腦子很累 一般來說我非常感謝美國政府給我這個機會和經驗 我期待下六個月的台灣生活 這件事是一件事 你的臉書 我會有很多人 感谢观看